做老婆 自己被宠爱的生不出来 然后呢其他的人呢 又一直生 然后这些妻子啊 就是互相之间也争来争去 这个做丈夫的也是真是难受 这个奇人不是福啊 就是 真是一家里面都是没有安全的 好不容易呢 离开这个老丈人家了 那么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 又得想进各种计谋 又要去为自己多争取一些产业 虽然它是这个努力 经过努力来得来的 它一点也没有错过任何亏心事 而且呢 这老丈人也是 这服事非常地尽心尽德 还有有外的健康的服务 但是呢 最近星期要得了这个要得呢 那么这一路上 终于从老丈人那儿离开了 回家年底 最亲爱的这个妻子也去世了 所以呢 它这一辈子啊 哇 现在就变成最丢了 留下了两个孩子 由他带的 好不容易 把这财色大大了 带的比较大了 又丢了一个 哇 这个痛苦 那么接下来呢 又是看得出 他那些儿子都很不孝啊 做出这种各样的 有的是做出非常伤天害理的 连这个周围这些 不限上帝的民族的人 都不可能做出来 那些残忍的事 那么有一些呢 甚至就在家里面 搞这些 游戏八道的事情 哇 这简直 酷心的这种 让他回过自己一生的意思 实在是 苦啊 其实呢 我们很多人的人生 都是有 这个 不顺利啊 或者说 让我们刻骨铭心的部分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现实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从